作曲 李宗盛 還在睡覺 起床吃早餐 是出目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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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餐都給你買了回來 你看 有牛奶 有 有 還有 還有 餐餐 不錯 你看 多豐富的早餐 這個 不用敢說 這個是我作為中國口食油 應該做的原因 唉 我可以說多少遍 不要再買這些油條 這油 不知道用煮過多少百斤的油炸過 因為有很多自來部的 都能吃 是不是真的 很快 不信是吧 好 讓生活調談 幫我們調談一下吧 哈囉 大家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現在市面上有各種不同的油炸食品 比如說方便麵 薯片等等 還有很多街邊小食 例如炸油條 這些食物香噴噴非常之美味 但是這些食物都是經過反覆高溫油炸的 他們用的會不會是千滚油呢 對我們身體會不會有危害呢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不過不要緊 因為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將會為你揭開 千滚油 顧名之義 就是食用油被重複使用 或者往期中添加一些新油 然後重新使用的油 2011年網絡曝光的一段 1分48秒的 揭避方便麵製作過程的視頻顯示 在整個方便麵製作過程當中 炸麵餅所用的油是循環反覆使用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千滚油 除了即食麵、薯片等零食 為了折省成本 現在市面上賣的油炸食品商家 都會使用長期和金融的千滚油 這個是大家眾所周知的事實 我們不喜歡吃油條 很少吃 有點大 從來不在街上買都會吃 也不經常吃 還可以吧 絕對會的 長期使用不慣油 感覺應該是重複使用 做生意嗎?成本考慮嗎? 再玩油炸 現在對身體不那麼好 那個大鍋油是比較多 而且東西看起來是比較窄的 所以油真的是有重複過 看來所有街坊都相信 這些做油炸食品的商家 都會重複多次使用油 但這些油到底用了多久 一般民眾根本無法得知 為此調查員特意來到一間 賣油炸鬼的早餐店 進行金房調查 老闆說 你這油用很多錢嗎? 我一天一天加了 你換新了 一天一天加? 買些都台灘的 那你用完不到嗎? 用完不到嗎? 你這肯定有到 我用不到 因為反正是炸完 用這些馬加子嗎? 一般炸完都差不多乾了 那你一直換幾次? 一天換幾次 一條連半錢都賣不了 老闆說這些油用完就加 會一天又一天的重複加油 那這個加油是否意味著全部換新油呢? 當調查員問到老闆這個問題 老闆就說 油價貴 油炸鬼買到這麼便宜 全部換怎麼行 唯一瓶應該三塊多 一鍋一下他也要一百塊左右 一鍋要一百塊左右 一鍋要一百塊左右 你要三多少 哇 你真的會吃的這種? 也不會 一鍋要三次 隨便都要 好了 對 隨便會關的 一塊吃 那即是說 這些油是不止炸了一天的 那到底用了多久? 調查員要购買油回家 炸豆腐的理由 從早餐店那裡取了一份油養回去 随后调查员到另一间油炸轨店进行暗房 这位老板似乎对调查员有所怀疑 任凭我们怎么问 老板都见证油是干净的 但这个油到底是否安全的呢 同样调查员用三元买了一份油氧取氧调查 一日之后检测报告出来了 检测结果显示 我们暗房取氧的两份油的反脂肪酸 都超过了限量标准的八分之一 专家告诉我们 反式脂肪酸是对植物油进行轻化改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 人体非必须的脂肪酸 因为反式脂肪酸被试入人体之后 容易导致生理功能出现多重障碍 所以他一直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 千滚油里面有害的成分应该是比较最多的一种 应该就是反式脂肪酸 对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非常大 如果是对儿童的话产生一些神经症 还有生育方面 就是那个生育系统 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个有害 最近的研究还可以发现有糖尿病 对糖尿病还有高血脂 这些就血管类的那些疾病都会产生 反式脂肪酸危害这么大 那到底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专家说 食物的煎炸会带来油脂的吸收 引起反式脂肪酸向食物渗入 从而导致烹饪食物中反式脂肪酸含量的增加 随着煎炸油使用次数的增加 油脂里面的反式脂肪酸都会成几何增长 相认这样对人体的危害都会越大了 看来这些千滚油真的万恶之质 不过我在想油炸食品是需要大量的油去炸的嘛 那如果你说用一次就不要的话 那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有些家庭有时候也都会再次用这些油来煮食的 那这个油又算不算是千滚油呢 不知道那些街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不如现在等我立刻去问一下他们 看他们一般是怎么样处理煮过的食用油的 我们就不用了都打掉它 一般我们是都很少炸东西的 我们炸两次都炸过的 少炸一点油嘛 剩那个三年就把它炸完 就油的话就是用完的油 就一次进去倒掉 不会再用这个吃的 会的 炸完了剩下的油 做那个凉饭太吃了 我们炸过的油就炒菜 因为家里的话自己情况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为了不导致浪费 然后就重复使用也是正常的 从街头长的调查来看 大部分街坊都继承了中国良好传统 勤点节药 会选择用炸过的油再炒菜或者凉饭 不过大家都比较慎重 一定不会再用超过两次的油 那到底使用油煎炸几长时间 才算是鲜滚油呢 留位置调查员准备做个模仪实验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鲜滚油呢 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炸油了 分别会炸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 看看分别会有什么不同 然后再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四份检测 立即开始 又到了调查员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在接下的一个半钟台里面 调查员琪琪会不断重复 用这一锅油去炸薯条的 这么简单的菜 对琪琪你来说应该是顺手链来 哇 琪琪的薯条都焦了 我真是高估你了 不过大家都明白的 我们是在做炸油的实验 不用太在意这些细节的 炸了两次的薯条 半个小时都到了 琪琪先取出一份油 然后用剩下的油继续炸薯条 一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哇 这么快呢 它已经炸了一小时的薯条 立即将它地露出来 在气味方面呢 我已经完全闻不到 有花生油的味道了 大家看看 真的好像水那样很稀 经过一个小时的煎炸 这些油已经变稀了不少 在剩下的再炸半个小时的油 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 在暗黑料理大臣琪琪的努力之下 最后一锅薯片都已经不再焦了 而是全部变碎片 都是那句了 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了 我们还是快点取出油来观察一下 从表面看 三份油仰从颜色和浓度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油的成分有什么不同呢 为了调查清楚这个问题 琪琪带着这三份样品 来到了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 逐游全面检测 琪琪老师 今天麻烦你帮我们检测这三种油 好的 那我们首先进行的哪个项目呢 我们检测他们的酸价 酸价 那大概要多久才能出结果呢 90秒就可以出结果 90秒 好的 那交给你了 辛苦了 首先检测完毁我们检测的是三份油仰的酸价 检测结果显示 随着尖测时间越长 油的酸价成倍增长 三份油仰酸价分别是0.5 1.5和5 接下来检测完毁我们再检测了三份油仰的过氧化值 这个检测数据的变化趋势都是一样的 检测结果都是一样 油随着加热的时间越长 它的过氧化值数值就会递增 油的酸价和过氧化值都随着煎炸时间变长而升高 那意味着什么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两个指标自己在油的加热过程中发生裂变的情况 每个指标的数据变化越大 那说明裂变速度都越快 它们在裂变中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小分子 一旦这些小分子数量超标 就会对人体出现伤害 刚才经过检测我们可以发现 对比食用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 油炸过一个半钟之后 这两行数据都明然超标 那我们平时煎炸油的时候 到底多长时间才不会超过限值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千滚的油呢 它也不是说必须要千滚千滚一千次 普通人认为呢 就是大家就是油用过了五六次 基本上就已经是产生它的含量有害的 就法式脂肪酸还有这些东西呢 它的含量会比较高了 所以一般就是五到十次之后呢 我们都不再使用了这样 现在就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多少次 然后接着回去 但是呢我们一般会是五到十次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 于是怎么用这个油 比如说你是把部的高温然后炸用 可能几次它就已经达到那个效果 专家告诉我们知道 不同种类的食用油 费点是不同 可用时长都是不同的 其中中类油菜籽油的用费点比较高 它比较适用来煎炸食物 但是在烹饪的时候呢 对控制油温是低于200摄氏度的 而且建议少用煎炸长时间烹调食物 一般用油次数不要超过十次 在煎炸过程中可以持行购买酸价试纸 来进行简单检测 以防油过度煎炸 看来高温煎炸是很容易会令到油质有所变化的 所以大家以后在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应该尽量避免重复用油 说到这个鲜滚油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另外一种的劣质油 没错了 就是大家文字式变的地溝油 因为成本考虑路边摊粉 和一些小餐馆是使用地溝油的上客 这几年食品安全事件一单就接着一单 在净口奶粉、腹起鸡肉等等食品安全事件过后 一直潜伏我们身边的地溝油 也都再次浮出水面 九月上常台湾知名食品企业 被爆出回收哨水油混习成食用油售卖 其中一款面包还流入大陆 被广大民众奉为美食鸡品 而在今年五月 国内一份知名食用油品牌 都被爆出回收地溝油 这些人人喊打的地溝油屡禁不止 民众只可以磁力更生 从网络的调查来看 不少网友发帖提供一些自我鉴别方法 其中这个大蒜法 说大蒜对地溝油的黄曲霉素最敏感 在油里面放一粒剥皮的大蒜 如果大蒜变红色 那就是用了地溝油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 如果食用油良好的话 那些蒜还是白色的 那这种鉴别方法是不是有效呢 都是用实验来讲话 大家看到桌面上摆着沙漠片头的油 这碗就是某个餐馆 煮入水煮雨缸中飘放的一层油 而这个呢 哇 厉害了 就是我们拼到呢 在南方街边炸油条的小饭当中 取得的铅滚油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正规大型的超市买回来的食用油 到底用大蒜 是不是真的可以判断这些油 是不是地溝油呢 我们立刻试一下 我们现在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呢 再来观察一下 大蒜的颜色到底有没有变化 上一节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不少网友 说大蒜对地溝油的黄曲霉素很敏感 在油里面放了一粒剝皮的大蒜 如果那些蒜是变红色 就是用了地溝油 那为了验试这种鉴别方法是不是有效 其几从不同的地点 取了三份油仰进行实验 三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将大蒜再扭开 看看它的颜色有没有变化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三个蒜的颜色 跟刚开始都是一样的 那这种和大蒜判断 是不是地溝油的方法 这种和大蒜的颜色 它和你说的环曲霉素呢 只不过是其中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胃态而已 那你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溝油都是 都是可以都有环曲霉素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作为一些它的变叠呢 是比较那个一点 还有一个另外就是可能它说变红色 红色的时候有可能它点的是一些辣椒红 辣椒油啊 辣椒油可能是它吸附的一些 这些呢有颜色也会有的颜色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溝油很多里面 都是一些红锅嘛 重庆红锅啊这些非常有油 一些加辣椒的这些红锅啊 都是种有红色的油 那它做出的油 然后这些呢 有可能它可能回收的 可能是做地溝油回收的主要来源 可能是最主要的 所以这种的 这个大蒜鑑别地溝油的说法 已经被专家否定了 那我们还有其他销数 可以间谍呢 网友告诉你 当然有啦 有人说普通食物油要零度 而地溝油在八摄氏度就可以减减的了 将自己购买的食用油 放在温度是八度左右的冰箱 如果减减那就是地溝油 这个说法是否真的呢 也请琪琪帮我们实验调查一下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二种方法 冷冻化了 那我就会将这三种油 放入冰箱里面冷冻两个钟 两个钟之后呢 再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两个钟之后呢 我们已经试试了 我们现在试试了 看这三种有什么不同 首先来看看这个 在水煮上面 拌出来的一层油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底下那一层已经是ith大概 19g儿子了 面敷的中间就是暗房当中 已经是下涮地液的 再加10g essentially 而这个就是正规的大型消息 买回出来的食用油 我們可以看到凍結了兩個小時之後 它被冒結塊而且是比較黑的 在這裡想 難道這個凍結的方法 真的可以凍結是不是被沖走 這些其實都是利用了 這種方法其實利用了一個油的凝固點 但是這些只是針對油的品種不同 它的凝固點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花生油 花生油等於是三四度 它就開始凝固 但是有些油可能必須在凝架的時候凝固 再有些油可能就是動物脂肪油 可能它已經十幾度才已經變成了 變成十幾度可能或者是二十度 然後它就已經凝固成物體 所以說這種方法其實都不是很可惜的 看來這個冰箱冷凍法都是不穩陣的 專家告訴我們 因為地溝油的來源複雜難以檢測 但截止目前 國內都尚未有檢測地溝油的統一標準 但專家提醒觀眾 可以通過三招 盡量遠離地溝油 第一招 看 順正的精密油請透明狀 地溝油的透明度會下降有沉澱物 第二招 聞 可以在手掌上滴一兩滴油 雙手合攏摩擦 發現那種仔細聞它的氣味 有異味的油 那命質量有問題 有臭味的很可能就是地溝油 第三招 吃 吃到特別利口或者酸敗味的菜牛 就要引起警惕了 幹嘛 經過你的一番教法之後 我決定自己買油 自己買母女油 盤化得自己成油條 你現在弄得很高等大氣 上檔司 當然 已經可以加油了 你現在在找什麼 在找油 在找什麼油 買什麼油 淘汰 便宜便賣給你 喂 你不能在網上賣 網上產品那麼多 你那時候每個時候 每個時候 還有這些 油、潤、煎炸 都不能用一樣的油 這麼多豆 不用你那麼多 用得了 來 油現在市面上種類繁多 有大豆油、花生油、粟米油、調和油 蔡子油等等等等 看著消費者是真是花多眼亂的 實際上各種食物油 都有自己的營養特點 怎樣去選 怎樣使用 都是有講究的 如果說油的他們的差別的話 應該主要還是差別 它裡面的那個飽和脂肪酸和 多部飽和脂肪酸 還有一些那個 蛋部飽和脂肪酸 這些 它的那個比例有所不同 可能這樣子 如果說對我們人體來講 最佳的那個食用油等的方案 應該來講 目前來講 還是都是所謂的那個 調和油裡面的1比1比1 就是說那個 那個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和蛋不飽和脂肪酸 那個 這個他們的那個比 都是1比1比1 然後這樣子一個比 在市面上食用油的品牌 種類範多 那麼作為消費者 應該怎樣去辨別 他們質量的好壞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大家在買食用油的時候 一定要認真觀察 平常面的等級標誌 因為根據國家最新食品標準 食用植物油的質量 是分為四個等級的 自2004年12月1日起 我國食用油強制性三標準 正式開始實施 食用油分為四個等級 其中一級油為色拉油 無味色淺油煙少 它是植物性唇無油精面移成 含有壓油酸維生素E 可以有效預防心腦疾病 食拉油作為高級食用油 非常適合涼拌生食 低溫都不容易凝固 不過食拉油保質期比較短 不適合於保存 二級油包括烹調油和調和油 營養膏是一般烹飲的良好用油 三級油表現為油的顏色淺 雜質少 油脂氣味不濃 而四級油呢 有顏色較深烹飲時油煙帶 還有油脂味濃的特點 現在有不少家庭 因為習慣我一直重複買一種油 長期吃同一種油 究竟好不好呢 我們現在呢還是提倡 各種油都要吃 一般情況下我們還是建議 就是說植物油為主 然後其他油 然後就不斷地改變 專家建議 最好不要長期吃用單一的食用油品種 輪換食用才可以令到營養更加均衡 同時對於血脂或者體重 不正常的特殊人群來說 最好每天用油是不超過20克的 我們中國人煮食是一定要放油的 油的質量決定了飲食的質量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怎樣選油 而且還要知道怎樣正確融油 千萬不要重複融油 在節目的最後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記得要登陸新浪微博 又或者微信參與我們的油獎問答 如果搶答成功的話 就有機會獲得由每週一檢 達二位各位疑心觀眾 量身訂造的家用食品安全檢測套裝一份 關注生活品質的你怎麼可以錯過 今期節目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